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武不褪色 正步涌向前 军女人生为您亲情奉献系列节目 最美退役军人 敬请关注 这里是海南三亚的一间普通房子 然而在这个大冰箱里却储存着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 我们那个冰箱那是超低温冰箱 跟普通冰箱不一样 就是这个冰箱干什么用呢 为了保护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在温度低以后吧 它就不发芽了 这样可以保存几十年 现在已经找到很难找到的这些资源了 这些东西如果你要不保护的话 过几年就灭食家 冰箱里存着一千多个水稻品种 这是周晓东多年收集和培育的心血结晶 曾经有人想高价收购 都被他坚决拒绝了 三亚的水稻公园是中国最大的两种繁育基地 周晓东的地块和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的紧紧挨着 袁隆平注重的是高产杂交水稻 而他的梦想则是把东北水稻引到南方来 我感觉咱俩同一种地里也没有想太多 老人家那么大事都能干 那我们年轻平常不肯着干 真的感觉 北方种的是精米 南方种的是鲜米 完全是不同的品种 要实现北道南移 在专家们看来纯粹是异象天开 北道南移是不能成功的 按照科学原理的说 梗道几步不能在海南生长的 做生意南方做生意南方海南的温度比较高 它生意转了 因为就是营养生意积累都不一样 周老师这么多的精神二十年来高 我不敢想的 周晓东就是这么一个巨人 暂时二年如一日 一直在和种子较劲 而这一切竟然源自他的一段当兵的经历 刚才是想当飞行员 到了部队以后 新明年结束以后 他们发的是枪给我发把锄头药 上农场入地去了 刚才情绪很低落 刚到农场恰好赶上军旅艺术家严肃 前来慰问演出 这下周晓东认为机会来了 想走走延老的后门 再调回空军去 我的眼睛从我打口弄回去 结果一落呢 老爷子就说了 当兵种地农场好啊 我还种过地呢 你可不是从蓝天调到笼口里了 你这是希望的天爷 后来呢 就是我就按照老爷子说这个意思 就来部队就干了 进头就来了 当时的部队农场 因为小麦品种老化 产量一直上不去 周晓东就迷上了育种 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 即使后来退伍回到地方 他依然痴心不改 小麦专家说什么 现在第一个 这个玩意现在搞农的育种 现在我们都干了这辈子 十年八年都出不了一个品种 你怎么往这里转呢 你可别干这玩意 这玩意来讲 一周期漫长 二没有效益 弄不好你非掉坑一刻 我说我就不信 我干不成这件事 因为人民解放军 培养着我们什么的 战互不胜 航天育种 是当今最先进的育种技术 首次允许私人搭载种子时 周晓东就报了名 周晓东先后三次实施卫星搭载 选育小麦新品系一千多个 不料正当他种下这些珍贵的种子 热切盼望着收获时 却出现了意外 他总共是一千零三十六个粒 马上到收获时候出事了 第二两次工 给我躺倒了三百多克苗 我当死我 我去的 我又借着它那个根 我上面扣了个盆 又把这些原来的每颗的粒 我又把它反起了地牙 我又把这个种子 后来这一千多粒种子里边 第一年是三审树的四五个 2008年 周晓东培育的太空种子 华健60和审泰2号 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 不仅解决了春小麦 抗倒服的事件难题 而且累计给国家 增收粮食十亿公斤 此时的周晓东 已经从天南地北 收集到了三万多份种子资源 而他却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瞠目的决定 要将所有种子 无偿捐献给国家 咱们本身都是国家的东西 没人去整理 我把它整理回来 我还给国家 我不能拿就拿 拿到外面卖钱 那我说什么 因为老百姓只要吃饭 这是中国人没犯法 周晓东并没有躺在 春小麦育种成功的功劳部上 而是选择了一条 更为齐聚的道路 它要进行北道南移 从东北的优质稻米中 挑选出适合在南方 种植的品种 每年海南放老 都六千万人口 一年需要的 需要十多亿斤大米 一斤大米运费多钱 一块五 就是你用了一块五 十亿斤大米一年就十五个亿 那么在海南种的话 运费省了 就是说 这个事儿要见得着 为此农业部专门在三亚 为周晓东成立了试验站 但是作为一项工艺事业 当时并没有经费 刚来到这里时 周晓东甚至连房子都租不起 直接住到了地头上 一双拖鞋 一个裤衬 一个背心 一把链刀 这一种干了巴呢 来这种地这些年吧 没有菜吃 完了又被马蜂咬 我一句乐事就是说 在田里捡到 那个田螺 有个小伙子湖南的 他呢 就辣炒田螺很好吃 吃了那个好多年 你看我这田螺多大 有一点钱就放在里 都扔在这个育种的路上了 有的时候他还不让我们说 专门我们也了解 原来他老父亲 有几间小平房 都让他给卖了 都放在这个育种上了 真想跳脸 但是挺不来了 终于挺不开的 91年到现在我拿过来的品种 大概有3万多个 从3万多个选了1万多个 1万多个选了1000多个 1000多个选了几百个 最后在水稻公园 就这个院里选出了6个适合一 就是这个区域生长的 都没水稻 有了好的种子 还要探索适合当地的种植模式 海南乐东县在卡法村 给周小冬画了400亩地 希望他前去扶贫 不料事业刚刚开始 他的殃苗就被牛啃了 我们的牛来吃 当时全种可能也就是 已经就是荒了 我们眼睛的是新技术新品种 在这个地区进行试验性种植 第一次种不打输赏技 什么也不打 原成态我看看 究竟它能长成什么样 结果就长成现了 你这种原成态的这种黑道 它是普通稻米的 十倍的价值 所以说我们是这种种 如果这种种的话 你当地农民只能不接受 原来过去没种过 就这样老百姓熟悉了 了解了 就是怎么样科学种田 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出来 如今卡法村的第一季黑米 已经收获 而北到南移的大面积推广 2018年秋天 已在四川独江燕地区 获得成功 独产都在千金以上 刚开始当兵的时候 我喜欢我爱住我的蓝铁 现在我喜欢再希望的铁铁上 我不走入田野 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样 会向大地要来 起早贪黑 敢拼敢闯 他为生鲜配送 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的 兵戈团队 智慧供应 服务民生 他在互联网上 实现了农产品的大流通 军旅人生 正在为您播出系列节目 最美退役军人 陈坤元 兵哥送菜 凌晨两点 整个南昌城还未醒来 这里的忙碌已经开始 从起床到梳洗完毕 必时五分钟 军事化的管理 浓厚的军营色彩 南昌市青云浦区的一角 俨然一座军营 上帝保家为公 为您服务民生 这是一个大部分员工 由退役军人 及军人家属 组成的生鲜配送企业 来自成交的各类新鲜菜品 在这里被分拣装箱 在分批发往这个 五百万人口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 陈坤源这家企业的创办者 九年前同武警部队退役 曾经做过保安 驾驶员等工作 我曾经在部队八年的军女生涯 我觉得是部队的这种 大龙龙 锤炼了我艰苦奋斗 坚韧不拔的品格 老板这班在多少钱了 五毛八了 五毛八了 你你想拿吧 你就拿六毛好不好 账本上的账都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吧 后面又倒腾了那个茶叶生意 因为不懂这个新商的经验嘛 然后一下子把仅有的 退役的安置费就花完了 还欠了一批股债 好像就不知道会干什么了 因为在部队当过后勤兵的经历 陈坤源坐回了老本行 负责生鲜配送 当时就拉了两个战友 还凑了点钱嘛 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 要去采购产品 五六点呢就装车 当时买不起车 瞪着那个三名车 然后就送货 创业初期 为节约人力成本 所有的工作 陈坤源必须亲力亲为 甚至通宵达单 有一个中小店的老板呢 他还是货款没接到 明天可能有几个员工呢 都发不起工资 明天还要拿钱去进货 可是这边的货款迟迟要不到 开始去讨要我们想要的这种辛苦钱 最后可能他已经跑路了 我最难过的就是 离开部队到创业的时候 那种角色很难转变 由于我部队的老首长 他可能就感觉到 我要么就很失落 他就说了一句话 你要像咱当兵的那一年 当兵那样 你要敢拼敢闯 有梦想就去闯 受到老首长的鼓励 陈坤源决定去政府相关部门 了解创业政策 但我们退役军呢 也没有一些好的运费政策 针对你解决四千一个人 一年是六千 一个月就五百万 每个人每年 可以拿到最熟的四千反反 最高可以一年反反 每个人六千 也通过这样 我们才知道 退役军人其实是一个 国家很关心的 非常关心的一个群体 政府的扶持资金 成为了陈坤源创业的助力金 他留意到很多餐馆的蔬菜 需要商家自行采购 如果能够为商家配送生鲜 不但可以节约商家的成本 还可以从中赚取差价 于是陈坤源开始 逐家逐步跑业务 小本生意也慢慢有了起色 冰河送菜小分队 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在2014年第一年 我就从三个人到公司 只有十几个人 第一年两百万 到了第二年就一千万了 我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了不得一样的 然后就给我反击了一下 大了伟大巴掌 网络改变生活 物流领域借助互联网 实现产业升级 陈坤源也想尝试 总认为这样好了 那我就尝试一下互联网 通过线上订购 线下配送的方式 我们就在南昌开了八个门店 整个八个门店半年不到 就亏掉了我两百多万 心情苦苦赚了钱 就自己就折腾掉了 心情是很沉重的 由于缺乏调研 更不擅长网络经营管理 陈坤源第一次 依托互联网实现公司转型 以失败而告终 因为只有遇到失败 你才知道这个成功的可贵 或者是得到了这种幸福感 沿对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陈坤源报名 参加了江西省工商联组织的 企业交流活动 个人会带着团队到北上广深 去学习一些好的企业 好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是如何应用互联网的 在各个板块领域上如何发展的 一年后陈坤源公司 自主研发了自己的平台管理系统 通过线上订购 线下配送 免费为客户提供修理水电 清扫垃圾等店民服务 打通配送服务最后一公里 丁哥送菜也因此成功转型为 互联网加平台管理的电商企业 现在目前的情况 大家觉得也许还可以 那只是你们看到的表面 刚刚开始才刚刚开始 打造明年南产五个亿 生鲜配送领域竞争激励 优质货源的组织 高效的物流 决定着配送行业的成败 如何建立冰科特色的供给链 陈坤源一直在寻求答案 2016年一位退役军人开办的养猪厂经营遇到了问题 他找到陈坤源寻求帮助 可能是受到租的疫情这方面的因素 整个租的销售下滑很大 冰科这边需要全面帮你宣传 把产品都没卖出去的做二次加工 做那个深加工这一块 香肠腊肠啊 甚至我这边有些销售渠道 我可以直接给你回购 甚至不仅从冰科来走 我们也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地方渠道 多开拓一下 陈坤源当场购买了战友的这批黑猪 在帮助战友走出困境的同时 陈坤源也找到了一条符合丁哥特色的物流供给链 养殖加产品连锁经营方式 随后陈坤源推出了散养黑猪产业脱品方案 传授养殖技术 提供种猪饲料 然后回购 带动周边群众及战友共同致富 曾经向他寻求帮助的战友 也发展成为兵哥的供应商 九月份的一天 突然间我办公室敲了个门 听到报告 有一点年长的 是在1975年退役的一个老兵 他说 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终于找到家的感觉了 离开部队 对于社会的适应环境很迷茫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痛苦 我就希望 只要有任何一个退役的人来找我 不管是不是加入到我们兵哥 还是他自己想要做什么事 我都会给他做好规划 2016年 兵哥实业成功在上海股权交易所挂牌 实现了互联网家农产品的大流通 八个分公司 七个自建和合建的供应基地 配送的产品种类 几乎含开了全部农产品 自己就业 为自己创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陈坤源的工资开始由个体户 转型为帮扶更多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的非工经济的企业 安置退役军人和军人亲属 200多名 帮助30名退役军人创业 我叫周深波 来自火箭军 我叫汪盈 来自空军 我叫罗祥 来自武警部队 在部队八年的军女生 要让我很难忘 我认为军人的情怀 我不能忘记 对战友的这种担当 我不能忘记 包括我们企业的宗旨 当兵保家为国 推服民生 我认为这个誓言 我不能忘记 特别对战友兄弟 弱势群体的帮扶 更不能忘记 变成了不是自己好 才是真正好 而是掉一点价值感 这才是我觉得 我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